現在在曼光 那個方圓瓷磚 處理廠 過來切一塊瓷磚 一尺寸不對 經過一個 豬扒包 買了豬扒包 還有瓷磚廠現在1點多 拿了斑 在這裡等 豬扒包 偏甜 不要吃 還有一杯檸檬茶 簡直喝糖水一樣 不要喝 我很少在外面喝檸檬茶 因為自己要走 我喝過最難喝的檸檬茶 沒有茶味 只有少許檸檬味 很甜 像喝糖水一樣 實在太難喝了 先喝一杯咖啡 下雨 現在幾點 現在可以過去拿瓷磚 兩點鐘 太熱了 那杯檸檬茶 太難喝了 喝了幾口就泳了 太熱了 拿瓷磚 這杯檸檬 我那個鴿層那裡 上次的影片 我就打了 那一排瓷磚頭 要換回玻璃副手 那些東西 發覺它一邊邊 打了牆之後 它有十厘米左右 是沒有貼瓷磚的 我現在就在瓷磚市場 買了一塊大的瓷磚 80元 然後去瓷磚廠加工 把它切成一塊塊 一塊塊 一塊塊 就貼在那裡 裝玻璃那裡 現在呢 瓷磚就賣了 現在就等玻璃廠 上班就會去割 一兩點鐘 可以去割 因為剛才我去到 這個呢 就1點鐘 1點鐘 那些工人都下班 沒有人幫忙 解 我就到處繞了一圈 然後就去找個 爆城 我呢 就打算自己組 已經買了瓷磚的 瓷磚膠 不可以 不過直接用水泥 又搭不過水泥呢 效果不太好 瓷磚膠黏得很緊 所以呢 我就用瓷磚膠 好 很簡單 因為二樓夾層呢 我不打算坐人 所以就不需要弄太好 如果翌日要 或者要坐人呢 就買那種 叫做 P什麼 喔 是叫做PVC地板 很薄的一層 就去買了這支鋪上去就可以 那些又好用 又好清潔 是成本最低的一種方法 一樓那個地板 瓷磚就不需要弄了 因為 還可以看的 二樓那些呢 就 差一點 坐這裏 這個叫做顯充 叫做 方圓瓷磚加工廠 應該上班了 這些工人 哇 這個風景超好 有點下雨 今天天氣不是很熱 其實我為什麼穿短褲 短衣呢 因為做事 做 裝修 所以 會很熱 一出來 反而就覺得 有少少涼 還有十分鐘才上班 在車廁等 這幾天都沒有 怎樣去搞 進度很慢 現在個個都在家 躲避疫情 我呢 就慢慢裝修 躲避疫情 反正如果 一早開門呢 如果做堂食 又 很大風險 不做堂食 又 很過而不去 有些 有些客人 喝了你紀念的 老宿客 他進來 你不讓他坐 又很乾不乾 對於那些街客 可以 說 疫情期間 不切堂食 不可以坐 都不知道這個疫情 要持續多久 現在很多舖轉讓 我這間 小舖是 過年之前轉的 老闆娘 他已經我們 沒有 在外面 很難過 快 直接 去 去 去 看 那 我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切完了, 完成! 剛才的話題 現在很多舖卵釀 很重要, 年前呢 要轉讓費的, 現在年後疫情之後呢 大部分都不需要轉讓費 我感覺我 落手太早了 現在大把選擇 又不用轉讓費了 這些東西 沒辦法 誰都猜不到會有 這個病毒 過年之前轉了店 洗手機慢慢轉讓費 還有持續幾個月 沒有生意做 然後交租 一直虧錢 很多人都不做 還有轉讓 我現在才來裝修 看到每個人都 做不做 或者轉讓 搞到我現在都沒什麼信心 頂硬上 還有一大班熟 可以光顧 應該不成問題 加油 自己和自己加油 牽扯了 捱過這個疫症呢 就會好 就會好 就割了這塊磁磚 現在拿上去 先看看 這裡就夾層 這三塊磚 是我補的 原來這三塊 就有一點點裂痕 有一點點爆 我就跟他叫了 買了三塊砌下去 顏色有一點點不同 OK 就這塊磁磚 很滑的 這塊大塊磁磚 就買了八十元 他切就切了十五元 把它組成這個位置 這裡我已經做了 直接可以組成的 這三塊磚 我就用 這個磁磚膠 齊磚 修補膠 切在上面 然後就貼上去 用那些 寵物壓著它 然後 壓得慢呢 現在就好玩了 拆完之後 這裡就 再黏一層 再補一層 你磁磚的 叫做什麼膠 看一下 磁磚填縫劑 就是兩個磁磚之間的 那些 空隙 縫 就用這支 溝水去填補 所以這三塊磚就補好了 然後呢 現在呢 現在呢 就開始砌 這條橫的磚 砌磚 砌磚 我就買了專門用的磚磚膠 這個 德高 水泥也可以 但水泥就沒有那麼好 這種呢 不用用沙 水泥就需要用到沙 它調好 那些配方給你的 直接溝水就可以貼磁磚 現在呢 就用這包來貼磚 好 開始 砌磚 這個磚磚呢 本來呢 我就打算叫一個師傅跟我弄的 因為我這個呢 要 齊牆 廚房這個牆 那個師傅呢 就用了沙末 就不知道他 是星期六 還是星期日 我就怕 那個玻璃 又是 那個時候到的 因為呢 要先砌好那些磚 才裝上玻璃 所以我怕它 玻璃到了 還未 做好那個磚 導致玻璃裝不成 所以我自己動手 把那個磚砌砌 才會先 這裡開門 再找師傅 讓他堵了再 砌牆 其實可以說 吸塵機 來的 忘記帶的東西 導致整間都很多 非常 戴口罩的東西 口罩除了防病毒之外 還有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 防塵 再噴點水 好 本身有沙成分 它調好 先黏第一塊 它不平 不過這些邊邊 要用那些 甜甜劑 填定它 沒有辦法 一磚 一桶 差不多 搞均勻 好 修感燈 嗯 趁熱水 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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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差不多完成了 完成了七八八了 沒難度 沒學過的 純粹是自己想怎樣做 然後就會做的 這三塊銀色不同 也是在瓷磚市場買的 沒有經驗的 用我隨便 斜串一樣就可以了 他就跟我拿了這塊 顏色很不同 不過不要緊 我打算貼PVC地磚的碎座 顏色不同也不要緊 這塊就要切的 因為整塊太長 可能切一半都可以 剛才在瓷磚建工廠的時候 沒想到 沒經驗就是沒經驗 不過不要緊 我自己有稍微轉 稍微轉都可以切的 就是切得沒那麼漂亮 都OK 現在就切一塊 砌上去 今天的任務就完成了 然後等它乾了就可以裝玻璃了 應該切到這個位置 應該切到這個位置 預短一點 短一點等待會兒 好砌 這個位置 好硬啊 切點水就好 我見瓷磚廠都要加水不切 可以切一點 去掉 去掉 下水 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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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很平均 所以切这些东西一定要有专业的机器才行 不过这边也不要紧 里面看不到 好平均 好平均 好 影片就分享到这里 下条影片见 多谢收看 喜欢就按个like share 和订阅我的频道